整个的这个广圈就是来纪念周总理 我们这里又看到一尊立像 它这整尊像的高度有7.8米 也就是象征周总理走过的78个春秋 这里所塑造的形象并不是屏红泥造 这也是周总理与群众交参师常用的一个插腰的造型 在北京中大海的西花厅 周总理在那工作和生活了26年 然而这里复原了一个1比1的西花厅 这西花厅它是为两层的建筑 在最开始这西花厅是莫代皇帝溥仪 为他父亲摄政王所建的庭院 修建的一个西花园 周总理就是在北京的西花厅工作和生活 这前客厅就是周总理会见外宾 和举行重大活动的地方 这些都是为周总理生前的场景复原 我们在这个季节手栏 可以看到一个很好的风景 前面有一小池塘 被一小桥一分为二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小桥 直接走到前面的房间 现成树木开的花非常的漂亮 这后客厅也就是周总理 会见国内客人 还有亲朋好友的一个地方 也是一个用餐的地方 这庭院的几棵花树 也是吸引了很多人 我们现在也来看一下周总理的办公室 服务员的周总理办公的地方 在办公室的旁边 就是警卫的值班室 活动室就是周总理活动的地方 前面有一个乒乓球台 一个很大的地休翼 那里还有周总理打球的一个照片 这个西花厅它是成一个绘制型的建筑 也是典型的一个四合院的一个造型 在后客厅的两侧就是他的活动室办公室 在这一侧就是他的卧室 我们来看一下周总理住的房间是什么样 在卧室的那里有一个门 就是可以通往他的父亲动用舱的办公室 在这个绘制型的建筑上 在前面的为前客厅 在后面的为后客厅 在后客厅两侧就是办公室还有卧室 然后呢就是左右厢房 这东厢房他所住的就是周总理 他的亲属 还有他所抚养的 类似侄女的一些房间 周总理呢 对自己和对自己的家属呢 都非常严格 他让自己的家属不要因为自己是总理 而有任何的优待 周总理的一生呢 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西花厅就是他生活和居住的地方 我们现在在华安不去北京 就可以看到西花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